常常在飞行的人会发现 有时候飞行多个地区分开买机票 会比一次购买来回机票还来的便宜 三家航空公司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更改他们的购票系统 带您一起来看看 为了防止旅客将长途旅程拆散 改定多城市单程机票的省钱做法 美国三大航空公司 已经默默改变了他们的订票系统 让这种多城市衔接的机票票价大涨 少则数百美元 多则数倍 大多数的旅客购买往返机票 并不会受到这个改变的影响 但那些一次飞行多个城市 像是应公出差各地的商务旅客 则有可能面临票价上涨六或七倍的困境 举例来说 美国航空从新奥尔良飞到洛杉矶 在达拉斯转机的旅程 花费289美元 但新奥尔良飞达拉斯单程机票 只要79美元 从达拉斯飞洛杉矶的机票 仅94美元 整趟行程花费173美元 比指定一张票节省了116美元 为了制止这种做法 美国 达美和联合三家航空公司 将不允许将三张单程不能退费机票 串起来使用 这些公司网站现在只卖可退费机票 这类机票的价格 往往是不能退费机票价格的数倍 中旺电视采访报道